中華民國111年1月12號星期三 好今天就是你每天出門前 在北部來講的話都會聽到說 強烈冷氣團強烈冷氣團對不對 所以就就有一種 好像你要到北海道旅遊 我們要穿什麼的困擾 因為沒有這可以勾起 我們不能出國 突然去覺得說 如果你到很冷的地方的時候 領隊或者是導遊都會說 你們大家穿洋蔥式的穿法 就是能夠扒得掉 一定要能夠脫得掉 因為大部分很多地方它會開暖氣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熱很熱 你總不能說就都穿三件套頭 加V領毛衣 再穿發熱 再穿一個羽絨衣 最後你脫了掉羽絨衣 最後你真的只能剩下一件衛生衣了 所以最好衛生衣還是要有花樣 不然一看就知道那個是內座 我今天就有這個困擾 因為這幾天我非常困擾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不怕冷的人 可是每天都被立鋼 恐嚇說強烈冷氣團 今天最冷 今天最冷 就今天最冷的好像是三彎 是三彎嗎 對我記得是三彎吧 不是淡水了 也不是嘉義 對就是非常冷 最低溫 最低溫 對 然後就是 我想說哇這麼冷嗎 如果說今天北部很冷的話 是要14度15度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要把我們 珍藏的 已經快要長香菇的一些羽絨 或者說一些毛毛的都帶出來 那那真的是我快今天快昏倒 為什麼 因為我是騎腳踏車 然後我要趕路 因為你知道最近 我比較鬆懈 就是因為我覺得 好像大眾工具已經很安全了 所以我就開始搭大眾捷運 就比較怠惰了 那結果我今天 這幾天我要開始騎腳踏車 的時候我發覺 嗯 我翻翻剛才說的對 我配速不對了 你知道 對 你沒有配速 我的配速不對了 對 我竟然配速失去了 我往昔的腳捷 還是因為我怠惰了以後 我的腿力就不行了 你知道 結果我最後變成 那你是累的嗎 還是你 你是只是不小心騎太慢 我是很想說 我可以 其實我是可以一手吃 水煎包一手吃 騎腳踏車的那種人 就只要用一隻手 這跟平衡感 是不是比較有關係 就是說同時 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我的早餐跟午餐 都可以吃完的 你熱量同時在流失 然後同時補充 但是補充的一定會 比流失的多 多三倍這樣 人緣不絕 但是因為測鏡呢 因為現在已經不能邊走邊吃 也更不可能邊騎邊吃 那我覺得我明顯 我現在終於知道 我要怪輪胎 我希望他們每天可以去打氣 補充一下 因為使用率很高的時候 我不得不說那個胎 那個胎的那個氣飽和度就是不夠 那騎起來就會很費力 我要怪輪胎 對非常費力 我覺得我好像騎著鐵輪來的 挪炸 不是挪炸嗎 踩著輪框來的 不是撫火輪 我覺得我好像 好如果那台車真的被我騎到爆胎 或者輪框有歪掉 不要怪我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是騎鋼圈過來 超級難騎的 中間沒有直接騎車或換一台 對我跟你講不能 因為他要隔十幾分鐘 除非我同時帶兩張悠遊卡 他要隔十幾分鐘才能重新 對但是我又只有帶一張 不同站也不行 不行 就是因為他防範你三十分鐘內免費 好像以前有個政策 他要圍堵 就是你以前有一個人 就是為了省重小錢害到我 你知道他們就是那種十幾分鐘 你只要再騎 然後就可以免費 所以他就不停的換嘛 就是為了那個十五塊 他就一定要這麼做 五塊或者五塊 可能只有五塊錢 十塊錢而已 但我真的佩服他的勤勞 我覺得他的這個勞力付出 是可以讓他免費的 因為很麻煩 你還要是租跟借跟還 但是可是這個代卡的時間 就讓我沒有辦法換車 他就影響到你了 對我真的騎著瘋火輪 就其實挪炸來的 結果我真的快累死了 而且我很熱很熱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就是著內著了 是一件短袖 非常短的 還好是絨毛材質 也是絨毛材質 還算是對得上季節 就是加絨衛生衣啊 所以你講絨毛是對的 你的掐絨怎麼夾在外面 夾在裡面會癢 我反專 所以我先講一下我今天的悲慘 就是很熱很熱 以後只要 而且我配素錯了 就是因為我一邊跟教主連線 教主 我在跟湘江小貴婦連線 那那個閒話家常 那你知道柔講話非常的慢 他delay了我 因為柔姐空白的時候 你腳步也停了嗎 不是因為在跟他 等待他跟他對話中間 似乎在湘江的 你知道我們似乎在 蘭桂坊齊一樣 所以跟蘭桂坊就完全就忽略了 以至於我最後是真是真是就是用用那個要到終點百米的速度衝刺 終於安全抵達了真的環發賽終於安全抵達了賽納河畔好 好來我們待會就要來進行著我今天的我上次已經好像向山那一段沒有講完對不對 跨年對不對 對不起我今天一定要 我覺得有始有終 我元旦當天的跨年一定要講完 就是我自從跟越南的年輕有為的移工跟他們聊了以後 我就覺得不可忽視的這個我們有很多國際人士會到台灣來幫助我們的生產力加油你知道 這就是我在爬向山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過年會去爬山 那我今年也不知道是就是有點覺得我應該要運動 所以我就去爬向山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知道我真的知道你們麻煩有興趣的人在回顧那一天 那天元旦我在講那個後半段的照片 上個禮拜三 你知道那個向山是塞山嗎 我第一次看過有塞山這件事情 落意不絕都是人 真的都是人 好像說你到山上可以拿小禮物一樣 真的是塞山 但是我在入口之後碰到四五個 也是外籍朋友 我又跟他們合照了 然後問他們在幹嘛 這次速度要快一點了 因為旁邊有配素圓就是我趕快把加速講完就是說其實在向山是一個非常觀光盛地 而且是一個非常好爬 對不是好爬 很安全就安全的山 因為大家很想說你你如果說要看101煙火的話那是一個很好的點 那邊不會看到煙而且可以看到完整的煙火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在元旦假期的時候都會去向山 那我是在他已經放完煙火的時候去看一下他的那個殘骸嘛 沒有就是只要看我就發現塞山 而且好多都是女生他們都是穿著完全不是不是那個球鞋就是穿著一般的 甚至有些都是穿有一點小跟的鞋子 但是他們卻那麼的輕鬆的就爬上去那個六巨石那邊而且爬到石頭上照相 你知道大家有去爬到過那個石頭嗎 那個石頭是很難爬上去的 很大耶 六巨石耶 好像大家都會以那張照片作為向山的紀念 作為你到過那邊 那就是在那邊就會 那我坐那邊 當然我是不會爬上去我也爬不上去 我就看到塞山的不得了 就是你要一直等人家然後這樣 哇好多人 那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有空的時候這幾天可以去爬山就蠻好玩的 好那我就在入口之後碰到外國人嘛 那幾個外國人我就跟他們聊天 然後他們是哪裡來的嗎 南科 然後他們是南科來的 而且很年輕耶 有印度的 然後有美國的 然後有還有一個是不知道哪一國的 反正就是大部分 其實很多很多的我覺得是有印度籍的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非常 所以我們應該想一想就是說 是不是要有一個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事情 這很多印度籍的工程師在台灣啊 對啊這是一塊我們應該要為他們做一些事情嘛對不對 抱歉我有點刻板印象 但印度人的數學是真的棒 嗯對 真的強啊 因為就是很多CEO在矽谷都是印度籍的 他們真的很強耶 好 所以來台灣也是感謝他們 可以當一些數學不好的家教 OK好 真的我們的數學不好都沒有救的 好啦我的原帶的向山到此畫一個 畫一個界線 下山了 好我們現在呢 要那個來進入我們今天的前陣子 不是公事撥查經嗎 嗯 我覺得非常好看 大家有沒有看過 因為對於很多去過浪漫台三線 浪漫台三線 大家有沒有去過浪漫台三線 我跟你講我現在才知道台三線有一個標誌耶 啊我那張照片忘了放了待會再補過去 要99張照片那張偏偏忘記 一定要抽100嗎 就那張忘了放 也行啦 浪漫台三線 那張一定要給你們看 你知道台三線有一個mark 什麼mark 其實通常會開車的人 或者是會覺得說 大家看到那個標誌都會說 前面有蛇嗎 可是我一看我就說 這個應該是浪漫台三線吧 我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台三線的mark是什麼 長什麼樣 待會工商服的時候 我把他補進去 喔是這個紅色的嗎 對 像不像一條蛇 好像喔 很像對不對 可是一般人都會覺得 這個是蛇 好像前方有蛇 加上他是紅色 感覺有警告意味啊 但如果說他今天不要有外框 只要有那樣子的話 你還覺得就是三對不對 對 但是因為他有那個外框 就會讓你覺得這是一個警告 不要吃 這邊我有圍住一條蛇 很像不像蛇 但是我一看到我就知道那是浪漫台三線 你很有認識 但是台三線很長 可是要有浪漫的不多 對 台三線很長喔 有些虛 但是有些不浪漫喔 對 有些浪費 有些是浪漫 所以大家要知道喔 一定要知道浪漫台三線 那這一段我覺得很有名的 北埔 我們之前的時候有去過北埔 可是是主要那一段 那次去北埔是主要其實是要去恆山 制裁場 就是看木頭 所以會經過 會經過恆山 那時候有經過恆山 那我就發覺這個地方是讓我覺得有點混淆的 因為你知道 有幾個地點喔 我有點搞不清楚 峨梅啊 琼林啊 恆山啊 竹東啊 還有北埔 所以這是一個會讓你覺得到底他是怎麼分佈的這個點 他的那個是以前有一種遊戲就是你要連接這個點到那個點 那個點到那個點的遊戲 看誰最先連成一顆星你就贏了 我覺得這幾個點就讓我有一點北斗七星布陣感覺 就是很難 因為我會看到有瓊林的的路標 我也看到有往鵝梅 然後又看到往竹東 就會覺得這怎麼走 但是這次我覺得很好認就是因為他有那條蛇 浪漫台三線 所以蛇真的起到作用了 有有有有蛇有指路 所以我看到浪漫台三線 然後他這次我的目標就是北埔 其實我去過兩次了 但是因為平日去北埔跟假日去北埔 你會完全覺得是兩個 你好像來的是 一個是已經完工的 一個是還沒完工的 就是平常的話北埔其實是一個小鎮 他的人口沒有很多 所以大部分去北埔的 北埔剛剛有什麼種茶嗎 茶已經沒有很多了 大家看茶經就知道 茶師傅 對那個做茶的那幾個茶已經是 他現在做那個額梅的那個東方美人茶的已經不多了 就是產量也不多 所以沒有什麼好外銷不外銷 就只供給我們國內的就不夠了 所以現在的茶還是有 可是你看到大份的田其實是有菜園 然後很多就是沒有在種任何東西 那都在幹嘛休息 就綠色的 就有草在上面 對就是沒有沒有有些地方 他是幾乎你會看到好像等著擺在那邊 就是他沒有種什麼東西 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種田的人口了 對就是說我上次去的時候他不是假日 當然就不會塞車也不會塞人 可是如果你今天看到我的照片為什麼這麼多張呢 因為假日去的話店都開了 熱鬧啊 對啊有些店的話我現在才知道 如果說有些餐廳你一到五去的話 他不一定會飲業 有些有名的他會 像我這次去一家餐廳他就跟我說 你平日來要先打電話預約 我說是預約定位嗎 他說不是是預約因為我們不一定飲業 對 就所以有些是你必須要去 所以預約他開門 那我們這次主要的目的其實是 江阿興的那一棟已經修復完成的洋樓 因為看了查經嘛 就很想去朝聖對不對 那我想說奇怪我去北埔這麼多次 為什麼我不知道有江阿興 對難道我pass過了嗎 宣傳不夠力嗎 對後來我想說那不對 那到底我是經過哪裡 我怎麼都沒看到呢 就沒想到很好認 他就在入口的左邊 他非常好認的 但是你視而不見他 不是我看到旁邊的金廣夫 更大 因為金廣夫是古厝 因為他是古厝 所以你比較不會看洋樓 對你會覺得說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有人住 有點像博物館就對了 所以那時候我發覺上次可能 我的重點是擺在吃 舉頭三尺有神明 低頭三尺有水井 那就是北埔 就是因為大家可以看我的照片 超多井的 就是其實北埔為什麼有意思 就是因為他應該是全國古蹟密度 或者是老錯或者是古厝 密度最高的一個小 北埔是正嘛 區 區 對不對 是區嗎 好像還沒有區 新竹還沒有病 不好意思我馬上就 就陷入了這個 你怎麼超前 你怎麼足足病了呢 對我不小心足足合併 我陷入這個套路裡面 北埔是正吧 我來看他 鄉 鄉 北埔 來來來來 鄉應該是鄉 因為北埔我們 我們從老街開始 北埔鄉 鄉 我從我去過一到五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多店 我沒有辦法看仔細 是因為他沒開 當然好處就是不會塞車 但是還是還是有人 還是有人去觀光 因為他往北埔的地方有綠世界 很多戶外教學 兒童教學都會去綠世界 據說綠世界是一個非常好玩的 就是超乎你想像的一個 生態保育區還有很多可愛的動物 還有很多草泥馬 所以我覺得我下次一定有空 再做一集綠世界專輯 記得把你的頭髮給他們吃喔 那個草泥馬 那天小天后有跟兩隻合照 不知道是不是網友新的那一隻草泥馬 如果在台北遇到我想 不知道是不是Michael 應該是就只有Michael 可是有兩隻 一隻是咖啡色 對阿咖啡色那隻好像是第一隻 那他為什麼會去 難道他要買房了嗎 因為他走到那小天后的範圍去了 離題回來 回來北埔 我們因為這個老街當然就是 不管你是客運或是什麼 他就是最熱鬧的一個地方 最市中心的 那以這個發展的話 我覺得他最棒的一點就是 他的古蹟都在最熱鬧的地方 你不用走很遠 就是你不管往左走往右走 往前走往後走都是古蹟 而且都有名字 對就是你非常的輕鬆 而且你只要走到古蹟 你覺得你覺得你不想走 你就有很多喝茶的 有很多吃的 那這個吃的跟當然就在客家莊的話 你吃的東西跟你的小吃 跟你可以買的東西對不對 完全的不一樣 對就是每個老街都有他的特色 我覺得北埔最有特色的是他 他很多東西他沒有修改 他只是整整結 他維持著舊樣 但保留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次卻有幾個井水塘 井水塘 叫他前面有個井 那個井是八卦形式的井 然後上面還蓋著一個蓋子 為什麼 因為他的水一直還在 他的井水還是在 他不是一個乾掉的井 還是一個活的 低頭三尺有水井 還是火在上面有玻璃蓋 然後很多人都會往下看 你知道 我還以為是許願池呢 還好沒有亂丟 污染水源 北埔的茶好喝 也是因為可能是他的水不錯吧 因為在網上面有冷泉 所以應該水質是很不錯的吧 然後他又可以中 所以他們那個很多茶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茶藝館 或者說茶室 那都是很人文的 就是因為他布置很人文 是因為他以前就是這麼舊 然後你只要稍微呢 你知道嗎 寫個書法啊 往上面一貼啊 然後叫人家小朋友畫幾張畫 往上面一貼啊 就感覺很文青 就說充分的很搭 因為就是說 通常小朋友畫的不知所云的話 天馬行空的 充滿想像用色很大的畫 再配上一些文青字體 往那個破破的牆上一貼 欸你就覺得好有feel喔 留白不要貼滿 就貼那一張很文青了 小一到小六個貼一張都可以 小六就已經可能已經沒有想像空間了 通常小一畫的話是最文青的 就是有避卡索的感覺都是小一畫的 好那那這邊因為他很多巷弄呢 那經過新竹縣應該是有計畫的去整修這些 慢慢的修 然後包括你從老街進去 你直直走的話一定會經過他的慈天宮 慈天宮就是他們廣場 你只要看到慈天宮然後廟口廣場都是最熱鬧 最我沒照我也知道 待會兒會跟大家講一下慈天宮 那之前有在整修 對對就是那個廣場啊旁邊啊都會有賣吃的 其實所有的廟口應該都是這樣子 然後他的他們就在那個年 那你也知道像我這樣子不能免俗的人 又充滿了迷信感的人呢 我就一看到慈天宮那時候整修 現在我給他衝進去 就說你們有安太歲嗎 他說有 我說真的嗎他的安太歲跟人家不一樣 他是一個生肖一本 他會問你俗什麼 然後你要寫在那一本 極度的手工 一個生肖就一本 還剪貼這樣子 然後寫完他說你是生肖什麼 然後他幫你看一看說 喔這個要安喔 問一下你的生肖 可是我講了五個生肖 他都說這個都要安 其實基本上沒有一個生肖不安 他有十二本 然後這個很熱情喔 然後裡面很有效率 他有效率到什麼 通常你去安太歲的時候 你寫了他可能是 元宵節或是初一安上去對不對 這個不是你寫 我說那你們什麼時候安 他說等一下 蛤等一下嗎 你可以看到Live 我不知道如何安太歲的人 這是有一個 直接就是一個動線告訴你 安太歲的流程 我從來沒有看過安太歲 是如此的寫實 他就這樣寫完名字以後 他就拿出了一個 剪接好的一個 碧報紙 現在也很少看到 你知道 A4的 那名字呢 就隔壁的麥克筆拿來寫完對不對 他說走跟我走 寫完名字 他把它裁成一個小紙條 他就拉到 繞過這個太歲 就看到一個太歲墊 原來他的燈都睡得很好了 然後他說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安太歲了 那個就是太歲新軍殿 再貼名字上去這樣嗎 安了 這個燈你領了 我現在充滿著安全感 這個真的是 這個就是這麼的 眼見為品 這麼的摸得到 你真的摸得到太歲燈了 絕對不是VR 也絕對不是雲端 而且絕對不是心安 是摸得到 你就是摸得到那個燈 我就是要摸得到 對因為很多太遠了 我看不到 老花嘛 但是他這個有夠大 有夠光明的 很亮喔 然後又很大喔 你清清楚楚的看得到你的名字 就被安上去了這樣子 好所以說 有我們前幾位老師 包括玉京老師 包括皮靈老師 包括悠悠 悠悠沒有啦 又要亂說 陶文老師對不對 有告訴我們說 要去安太歲了對不對 你們不知道怎麼安的 來北埔持天空 還有很多空格 大家可以去 請那個 安太歲那個很熱情的那個 小姑娘 她長得很像陳玉珍 就是很像我們的戰神 先講小姑娘 再講陳玉珍的部分 好的 飛天小女警 這樣可以吧 很像飛天小女警 好安完太歲 肚子餓了要吃東西 好跟大家講要吃什麼東西 等一下回來跟大家說 吃東西也很棒 好來我們已經安完太歲 而且光明燈也點了喔 也是同步喔 然後就很光明了 覺得肚子餓了 然後我們就想要去吃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通常你可能會去一家店 或者吃一個正餐 你就會覺得飽了對不對 那這個策略是錯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它太多好吃的 而且太多試吃的 那客家人是很熱情的 沒在小氣的 每個攤都可以試吃 所以呢 包括我跟你講 他什麼都有 他有賣蘿蔔 蘿蔔乾到蘿蔔糕 好棒 然後呢 活蜜蜂到蜂蜜 然後呢 各色麻糬 各色的桂 光是超阿桂 就有四種 你自己看 你要哪一種超阿桂 然後 所以這些都是米製品 很多是糯米製品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你一開始吃很多的 吃一個超阿桂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再去吃板條 那板條又有炒板條 煮板條跟乾拌的 所以你看那麼多 那麼多種 所以你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一下就吃飽呢 所以你可能是 一家人去的話 我是建議這樣子吃法 因為你又很想吃客家小草 跟什麼殭屍大腸啊 其實我點了 我都點了 什麼鹹豬肉啊 還有什麼豬腳啊 那我也點了一桌了 那後來我就發覺不行 我這樣的策略的話 會讓我後來沒有辦法 再去吃那些小吃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有些東西我就決定打包 畢竟我已經點了 所以我又用打包的策略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可以多吃一點 那後來最棒的一點就是 我赫然發覺我有客裝卷 我終於可以用掉了 你那時候抽到我都這麼開心 因為我動資卷沒有用嘛 我就覺得我浪費了一次對不對 但是我這次就一直念字再字 就覺得我絕對不能浪費我的客裝卷了 然後我就叫 我真的到了客裝卷了 而且這個餐廳就是可以用 然後我說真的可以嗎 他說可以 然後我說那怎麼把它叫出來 我忘記了你知道 我忘記我怎麼用 然後後來花了一點時間把我的客裝卷叫出來以後 竟然可以成功的扣抵了五百塊 我實在太高興了 我覺得我覺得國家對我很好 然後我就決定說 你如果說在這些餐廳吃的時候 我覺得假日真的蠻花時間的 就是要等了 那你可以先打電話去 如果是蠻想吃的店還是預約一下 那畢竟那這次最主要的是 除了說吃吃喝喝以外 我覺得我們是要參觀的是江阿興的洋樓 因為我已經嚮往很久了 而且以前真的有經過過 他竟然就完全沒有感覺 擦身而過 就在前年嘛 去年還前年 我就已經去過了 我為什麼沒有進去參觀 還是那個時候沒有開放嗎 也不對啊應該有開放啦 反正就是沒有那張海報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想進去 但是那個海報一往那邊貼的時候 就覺得一定要進去 我跟你講沒有辦法 大家看得到嗎 那A4寫本日預約以額滿 你在假日去的時候要現場排隊 就拿號碼排 不然就是要25個人一個團體 可是25個人團體這個要預約的 那你最好是平日去 因為假日他的 他一次25個人 很快就滿了 因為他導覽要一小時 你人多 你那好不容易修復了古蹟 又被我們踩踏壞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對的啦 堅持品質 但是要消化這麼多茶精的粉絲 我覺得可能還要花一段 蠻長的時間的 那這也很好 這可以讓我們一去再去 因為永遠預約不到嘛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去 但是我覺得平日 應該會蠻好預約的 可是你平日預約的時候呢 你很可能旁邊那些小吃店 你就沒有辦法一次看齊了 因為他可能就不一定會開 好所以我覺得北埔是 你可以有吃有喝的 還有一個喔 我現在還發覺 還有個好玩的地方是 南埔 就是你過了一個彩虹 那不叫彩虹橋 紅色橋以後 它是一個南埔 南埔是什麼呢 其實也都一樣啦 就是過一個橋而已 他有一些休閒農場會在那邊 其實都是很鄉野 就是那邊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烤地瓜 就很多人不知道空窯是什麼 對然後可能有池塘啊 有鵝啊 就是就是一個鄉下農莊 可是那個農莊是很乾淨的 所以就是你會看到很多農莊 然後會有很多 他因為有很多民宿也會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想要去 去預約一些民宿的話 你可以往比較裡面的方向走 因為他很多人都只逛老街 其實老街往外走的話 他會有很多往山上啊 還有公園啊或者說西邊啊或者說樹林啊 那些都不是我要到的地方就對了 因為那邊的民宿說真的 你還是蠻遠的 就是農舍很多的民宿啊 那大家可能都要開車去了 那但是我的重點是在於 我要我覺得太好買了 你知道我買到齁 我第一攤我那時候一直告誡我自己說 我絕對不能第一攤就買 絕對不行絕對不行 可是我才看第一攤就有個腳踏車 有個婆婆帶著應該是他們家人吧 我覺得這個做生意實在太有意思了 它就是一個腳踏車 然後上面腳踏車就載著那些菜 賣完就騎著腳踏車走 你看多麼的環保 真的是環保欸 就一個腳踏車 然後就上面帶很多他種的菜 他跟我說你要 因為我就跟他講 我說哇你的香菜好棒 因為我是最愛吃香菜的 我覺得香菜好好吃喔 結果他說這個不是香菜 他說這個是三芹菜 我是覺得蠻香的 我說蛤這個不是香菜 他說不是這是三芹菜 酸芹就不喜歡了嗎 那我就說 因為我表現得太高興了 他不忍心這樣子讓你失望嗎 他不能放我走 他說你要不要這就剩兩把了 我現在馬上去我家後院割香菜來 你稍等我一下這樣 我有種 他可能會去隔壁釣貨 香菜擋一下 還有一個 然後他就說 這是三芹菜 我說怎麼吃 對他說這個什麼的 煮湯或者炒大蒜 我說就這樣子嗎 他說很好吃三芹菜 我忘記了 因為我曾經在陽明山吃過 可是我已經忘記那個口感了 不知道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我已經忘記三芹菜的吃法了 對 就像我們上次會忘記 你喜歡吃那個肉是什麼牌 我喜歡吃的肉 你去吃到飽火鍋的時候 你說最嫩的 最嫩的 對 吃了四種才吃出來 對啦就是這一種 對 所以我已經忘記了 我在買了 買了三芹菜以後 他又跟我說 這個菜也很棒 這個菜是什麼呢 通常有一種菜叫芥 糟糕 芥菜嗎 有芥菜啊 有芥菜這種菜 有芥菜對不對 要掛菜啊什麼的 蠔油芥蘭 好吃 蠔油芥蘭 好 結果買回家煮了 他不是芥蘭 後一段 因為腳踏車 他說其實他總共只有四袋菜 已經被我買回兩袋了 然後他說算我很便宜 他真的是算我蠻便宜 後來我覺得我不應該 那就是我真的蠻蠻 就是我的不好的習慣 就我很想講一句話說 可以算我便宜一點嗎 對 這句話以後真的 真的要收出來 對於好的人不能講這句話 因為我們是小農你知道 所以說好不容易自己種了那麼好的菜 我還跟他說算我便宜一點 我下次他跟他講說 你不用算我便宜了 再去補回來好 因為他真的算我蠻便宜的 四把菜才一百塊 不會啦 他一定不會讓自己虧錢的啊 他有說我算你很便宜啦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買完以後就很重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下午三點以前會在這嗎 他說會 我說我拆放這裡 還要寄放 我沿路取貨 我覺得我現在在想 我們肉取了一個貨 我都忘了拍下來 因為你看我沿路買多少 這個是第一站 腳踏車是第一站 我就買四盆 回到那回到家裡發覺那個不是蠔油芥蘭 他剛剛剛剛你Google 對他叫A菜心 好吃耶 A菜的上面下面是叫窩筍 菜心就是可以炒很好吃 菜心是很好吃的菜 但是上面那個綠色的那個部分 叫A菜心 有一點像蠔油芥蘭 可是不是 今天我長知識了 就是原來他叫做A菜心 味道好像差蠻多的耶 味道完全不是蠔油芥蘭味 因為他就不是芥蘭 芥蘭是不是會有一點點苦苦的 芥蘭的外面的那層皮比較厚 對對對比較厚 對比較厚 但是這個不會它是嫩的 蠻好吃的OK 都是青菜好吃 但是意外的收穫 對對對 但是那個酸芹菜就 還是不了解 還是吃香菜好了真的 香菜比較好吃 好再來沿路再買對不對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果 叫木憋果 木憋果 對上次我三四月去的時候 我覺得他非常棒的是 他有很新鮮的蘆筍 而且我去那個客家電車的時候 我們既然可以說 你可以幫我們帶草嗎 他說好啊幫我們帶草 他也沒有收我們錢 就是這麼可愛 人情味濃厚 我們因為他這麼感動 我們又多點了一盤菜 這就是一個正的循環嗎 這就是說 給你一盤菜不如算你免費 你會多交一盤菜的故事 不如就幫你炒 對對對 就不如幫我炒 所以他給了我釣竿 然後我跟他買了十條魚 就是這樣子很划算 所以對我好的人 其實通常我都會加倍奉還 十倍 那後來買了這個以後呢 我就發覺每個東西都要買 這怎麼辦 而且都很重 一路來 我後來發覺我有一些 必須要宅配 因為我真的拿不回來 又到了這個時候 因為我發覺 我想到了我回程是要做高鐵這件事情 即時的讓我煞車了 因為高鐵你是不是要自己背 對啊 那怎麼行呢 高鐵的話 哇塞 那真的是很狼狽耶 你要提多少袋啊 而且怎麼重 後來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還是不能夠自己提 但是青菜有啦 好我就買了很多他的餅類 跟他的糯米類製品 我覺得有一點喔 因為很多東西 你冰過以後不是很好吃 例如說麻糬 麻糬這種東西 你就沒有辦法冰了再吃 麻糬冰進冰箱 他就是被冰箱殺死 他就他就是 就像珍奶 你不能冰到冰箱隔夜喝 一樣了 就是就死刑了 冰箱這時候就是會殺東西 很奇怪 他就是會把它變成不好吃就是了 料無生意的東西了 我買 我就好每一攤 他賣的東西都超有特色的 好像 像剛才那個木憋果 我就要說 這是什麼 後面馬上就有一個人告訴我說 這個你可以煮湯燉排骨 他可能類似南瓜口感吧 煮湯燉排骨 青木瓜的感覺嗎 你不要因為他有個木字 可是煮湯燉排骨 他比較像南瓜 比較像南瓜 南瓜燉排骨好喝 那個顏色很鮮豔 到底是什麼 有風有之道 感覺 木憋果到底在做什麼 對 好那我要盛讚一下 就是 你如果吃過有些地方的鹹豬肉 你覺得不是很好吃 就太鹹或死鹹 或者說 就是有些地區 有些觀光風景 就很喜歡賣鹹豬肉 鹹豬肉有很多種 但是我一定要講 北埔的真的很好吃 天啊 真的很好吃 它不是死鹹的 旁邊那個辣椒 是不是感覺是好吃的辣椒 這是醋 蒜跟 辣椒超好吃 對 它的鹹豬肉是加醋跟蒜 鹹豬肉是沾醋跟蒜 這蒜很好吃 但是他們那邊的辣椒 真的很好吃 那個辣椒醬 那個辣椒醬是怎麼樣 它旁邊 這就是我就會馬上就會發揮說 我現在就要吃 可是很少人會說 你買一個辣椒醬 當場吃對不對 對啊 都是帶回家對不對 我沒 你直接拿來沾 我直接就說打開 打開 然後呢 我就先買一個最小瓶的 我說我等一下就要吃 我買最小瓶的 結果打開 然後我就直接沾 好吃我就買大瓶的 喔 阿沙里耶 很聰明 走過路過不錯過耶 對 不然的話你看我要是多買 是不是重 不好吃我還買到大瓶的 對啊 丟了也不能給豬 因為豬不能吃辣的 是啊 所以說只能吃小瓶吧 對豬的腸胃有點痛 對小瓶以後我發覺 這個合格 還可以 可是有時候我會怕說 我是因為鹹豬肉太好吃了 以至於我覺得辣椒也很好吃 就是分不出主腹食 到底是哪一個好吃 到底誰比較出色呢 豬不能吃辣的 豬不能吃辣的 誰說的 豬 嚇回跳一下 我真的被嚇到 來建衡來 為什麼豬不能吃辣的 豬不可以吃辣椒啊 你的鹹豬肉是辣的嗎 不是我鹹豬肉是鹹的 那你沾辣的啊 那豬吃辣椒以後 鹹豬肉就不用再沾辣椒啦 鹹豬肉是辣的啦 天人啦 不是 這句話 讓建衡一定要參與進來 真的對不起 還嚇到了 翻翻 白白嚇到說 豬為什麼不知道 我心臟現在還在跳 一顆心普通普通的狂跳 結果我就當場就把鹹豬肉沾了那個辣椒吃 結果 結果我覺得辣辣椒真的是不一樣 就是很多風景區很喜歡賣辣椒對不對 我跟你講北埔的就讚 為什麼你知道嗎 好我一定要講 我不喜歡辣椒醬都放豆豉 那等一下 你要豆豉嗎 絕對不行 喔我懂你的意思 對就是有很多人辣椒醬喜歡放豆豉 比較不辣 比較不辣 對是比較不辣 比較不辣 鹹 對也比較鹹 比較容易拌麵啊調味 對就是它可以炒菜 對因為你的辣椒醬呢 如果單純只是辣 要辣 這一種我就比較不會買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它只有辣 感覺沒有很香 那你去買豆豉的吧 所以以後你吃不好吃了就買大瓶的送我 那再來蘿蔔乾 你會不會吃辣椒蘿蔔乾 這可以這可以 這個就很棒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一定要講 蘿蔔乾你炒辣椒的時候 就是它涼拌的時候有一種 咖啡色跟白色的你會選哪一個 就是那個蘿蔔乾跟辣椒在一起拌的時候 有一種是白色的蘿蔔乾 有一種看起來比較和色 你會選哪一種 和色 和色對不對 對 那個就比較不脆 真的嗎 感覺比較有味道 對啊 可是白色的脆 你知道我們兩個為什麼在這邊討論這個嗎 事實上我們下班之後都會約去逛 好死 我常在某地方感覺跟劍很密會 對我跟你講 因為下班之後 通常我們在錄音室要裝作不認識 然後到某一個我最愛的那個旗艦店 對 就是便宜的那個 對 買貴退錢的那一家 等一下繼續收聽娛樂一世代喔 就把口罩拿掉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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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